好 大家早安 早安 那我們今天還要繼續上來 上一條課呢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這個 中原的身體對不對 我們回過頭來發現 我們一個人竟然可以在21歲的時候 才要去進士 在這時候呢 遇見了一生的好友友 誰啊 劉雨昕 然後遇到了一個好欣賞自己的 一個長官叫做 黃淑文 然後進行了 永珍革新 結果呢這一場永珍革新 風風火火一百四十幾天 結果落幕了 然後我們柳宗元一生的黃金時期 也就這麼落幕了 你能夠想像嗎 一個年輕人從剛出道 才33歲耶 這是壯年的時期 大有所用的時期 只因為 壞個屁股 壞個腦袋 壞誰當家 唐憲宗 人生都不一樣了 這唐憲宗呢 當然他也影響了海域 我們之前呢說 韓語啊 他因為寫了建英佛呼錶 被扁到哪裡去 扁到潮州對不對 他說 一招 一招 風奏 九重天 細臉朝陽 鹿八千 這是我們的韓語喔 說盡心話 勸見你不要為了那樣子一個釋迦摩尼佛的頭骨 老名傷殘 螳蟹都不開心 一點點到這麼遠的地方去 所以你們還說在半路上就碰到喊箱子 他是細扁朝陽 鹿八千 被扁到潮州去 那今天我們的柳中原不是潮州 他被扁到哪兒去 扁到永州去 所以到了三十四歲 你看人生的分隨 三十三歲之前 是他人生的什麼 黃金時期 這是誰 韓英還是柳中原 柳中原 三十四歲之後呢 就開始邁入他人生的黑暗期了 你猜他回了幾歲 四十七歲 他說四十七歲耶 就過世了耶 你想想看自己的爸爸 媽媽現在幾歲 啊現在四十七 哦最好不要想 因為想得好心碎好心痛喔 都不敢想下去了 讓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宋朝的超級大文豪 蘇東坡 他被扁到黃州只有幾歲 就是四十七歲 那四十七歲怎麼就是人生的一個好大的關卡 這是四十七歲對蘇東坡來講 那他試圖怎麼樣 喜福的一個挑戰的起點 但是對柳中原來說 已經像他生命的ending了 四十七歲就過世了這樣子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問 欸當他呢被扁到永州的時候 你知道嗎 表面上是說 你到永州去當官 事實上根本就是流放 沒有什麼實質的工作 那麼甚至他一到的時候 連住的地方都沒用 他最少可憐到 這個廟裡的和尚講說 拜託拜託 你讓我接住一段時間吧 然後他很孝順 剛剛講說他二十四歲結婚 二十六歲 那個老婆就過世了這樣子 那他很孝順 他帶著他六七十歲的老媽到這裡 可是在這個地方呢 孤獨站立 甚至水土不服這樣 所以他老媽到這個地方呢 才半年就過世了 真是情河一開喔 他也是一個很講兄弟道義的人 就帶著一堆的兄弟這樣子 一起走馬上任 所以他其實 他的負擔是蠻大的 那在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他對於家人 是有放不下的情感 但是呢他對於自己呢 人生的這種溫度呢 更是有一種百般 不知可如何是好的那種付出在 所以他常常呢 把自己比喻為囚犯 他說當我來到永州的時候呢 看什麼事情都不由自主嘛 我如果說偶爾露出笑容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 得一笑以負不樂 唉我只是偶爾不小心喔 顏面肌肉鬆弛了一下啦 可是呢我是貼笑 我肉不笑對不對 誰能夠像我這麼倒楣這樣子 我有心滿強熱血對不對 既然你唐縣中一點也不欣賞我 那你就罷了 一年呢就週邊了十年 那你可能要數一數 老師我的數學還不差 那還有四年呢 四年後來就被卑到哪裡去 卑到柳州嘛 因為呢卑到十年 其實呢就是從德宗到順宗 從順宗到憲宗對不對 順宗過世了憲宗即位 可是他一定要等那一年結束了之後 然後才會立所謂的年號 所以那個時候呢 等到跨過了一年 他才改年號叫做圓和 圓和的圓年 圓和圓年 然後一直延伸到圓和四年的時候呢 這個圓和圓年其實當唐順宗 對不起 修長 唐縣宗即位的時候 就他改了那個年號之後 他曾經說好 我來大赦好了 可是大赦的時候 他對巴斯馬還是耿耿於懷 來巴斯馬不在大赦的範疇之內 那麼呢 等到十年之後 朝廷當中有人突然想起了 柳宗元 劉璧希等 覺得那是當代的人才啊 好像你是不是應該把他們給叫回來 這樣子 好像說好 那回來一下好了 可是回來一下之後 難消心頭之恨 怎麼有人犧牲那麼狹癌啊 那到底是招誰惹誰啊 然後呢就想說 這樣好了 再扁 你姓劉嘛 對不對 那就把你扁到哪裡去 扁到柳州 好啊 那我如果姓劇的話呢 那我要扁到什麼地方去 就把他扁到柳州 那至於劉璧希呢 他就把他扁到柏州 於是呢 我們看到了 在官場上面 一個很溫馨的故事 為什麼 柳州原來被扁柳州 劉璧希被扁柏州 柳州呢在廣西 廣西壯族有很偏僻的地方 那劉璧希和柏州更遠呢 是在貴州那個地方 更是雞不拉屎 鳥不生蛋 烏龜不上岸的鬼地方這樣子 劉璧希遠於心不忍 他怎麼說 他說劉璧希有老媽耶 不要把他扁這麼遠好不好 這樣好了 那個比較糟糕的地方讓我去 我去柏州 然後讓劉璧希怎麼樣 去劉璧希 可是呢 這唐憲宗呢 竟然怎麼說 我管他有什麼老媽 我就是要讓他扁下去這樣子 就這時候還好朝廷是一些有熱血的 有良心的大臣 然後他就想說 劉璧希你千萬不要這樣說話 因為你身為什麼 君王做的就是領伴 而且根本話你自己也有老媽耶 所以這時候呢 皇上才怎麼樣 我才敢了 那我的劉璧希還沒有這麼這麼奇才 好 這樣一個故事說過去之後呢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一個真正有感的人 真正有感的人 他其實絕對不會說 今天我只在乎 今天別人對我的評價 我今天只在乎那個權位啊 民事啊 就不顧一切了 回來了之後 滿懷希望 可是呢沒想到 被扁得怎麼樣 被扁得更遠 所以他在柳州的時候呢 就開始真的有所見處 於是你們看到了 于秋雨所寫的柳侯詞 為什麼柳州的人會感念他 裡面寫的很多 老師就不太多說 當然在柳州的時候 他也感染毒瘡 也獲得獲亂 然後呢 自己激勞成績 行銷鼓勵 到最後呢 健康樂化 然後四年之後就過世了 壯年的四十七歲就過世了 人生在這個地方結束了 好 講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想 在我們要簽簽課文之前 其實有一首詩 大家應該很熟悉 柳州人你們所會背的 這首詩你有沒有發現裡面有通關禮嗎 再背一遍 來 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 黃金時期 So what 三四歲之後 又是我的嘲舍 就這麼在邊唇地帶 一直是回不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一首小詩 彷彿也是預言了他的人生 然後回過頭來 讓我們牽進課文的時候 來 我們請大家一起看喔 看這篇文章 來 課文翻下來 字幕志文章 《字幕志文章》 字幕志文章 我兒夢 亦有所及 夢亦同軀 決起起 以為凡是周之山水,有替太者,皆我有也,而為始之西山之貫特。 我們在維大夫這一段的時候呢,來,告訴我,一開始的時候他先標明他的身份是什麼樣的人? 好,路人,什麼叫路人? 他也被貶折的路者入也,所以跟大家講一生之轉,對不對?勒勿路,然後變日勿路,對不對? 那被貶了之後,飽受羞辱嘛,所以我就是一個被貶官的人,自為路人,居士州橫墜立,士州,哪一州? 永州,他馬上就告訴你,我是誰,我的身份,我的地點這樣子,重點來了,講外大不重要,講內在吧,他的內在, 常常感到什麼? 墜立,那我想同一副詞,同一都不用說了,成功這麼好的,墜對立,立又墜,同一副詞,常常很害怕,來,請問, 你什麼時候會有這種,虛虛刻刻難占心心,恆墜立的感覺? 好,儀勒,你在笑,你什麼時候,我覺得你已經天不怕的,你不怕的? 好,儀勒,你有恆墜立的時刻嗎? 上台前,太了解他了,對不對? 上台之前,大家會緊張,很好,緊張的時候,你的腎上腺素很高達,然後你就會表現得更好, 最怕你就是一條,讓你當不當一回事,這樣子,可是他現在所說的是, 時時時刻刻,戰戰兢兢,城防城空,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人家又會,背後裡頭痛他一刀, 誰又會一開始,說大小報告,然後說他的壞話,讓他更是勇士奮鬧生,這樣子, 讓我要問同學了,當你到一個新環境的時候,會不會墜立,戰戰兢兢? 好,儀勒,你去參加鋼琴大賽,如何?成績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儀勒,你去參加鋼琴,你去參加鋼琴,要想像中的嗎? 你看,儀勒,自我要求很高,他就沒有想像中的好,那一項台前,會不會緊張? 那一項台前,會用最立了的字嗎?不會,那是一種自我期許,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這麼幸福的人說的,我不用擔心別人在紅眼白眼之外,隨時呢,有一支案件要射過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柳宗園在這時候 他是多夢多夢的 城隍城厚 那我城隍城是這麼這麼的害怕 那如果真的呢有一些閒暇時候 欸你看這個西字多可愛啊 竟然是怎麼樣 上面寫一個 潮欸 這個西字呢 其實就是我們所寫的什麼 這個戲 公於之祥 假設今天下班之後啊 有一點閒暇時候的話呢 我幹嘛 擇一而行 慢慢而有 好了喔 這兩個詞 基本就是這一課常常考的 超考驗的 我們看到慢慢都會以為說 slowly 慢慢的 no no 反而是 慢慢是上面 疑疑是 slowly的意思 慢慢是 慢無目標 我就每天這樣 爛爛索 慢慢的走 慢慢的晃 反正過一天是一天嘛 我沒什麼上班 沒什麼工作 我一定要領薪水 現在錢不多啦 可是你也不重用我 我也就百無聊爛 所以你看到一個男生 一個有才華的男生 不要說男生好了 只要是人 你有才華而易於男生的時候 這是多麼多麼大的苦悶哪 那我要問同學們 當你有所苦悶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方法來抬起字 抬起字 抬起字 大叫 大叫 欸好 對不對 藝術兄中快樂 大叫 非常好 有欸 還有呢 所以在魏晉時候呢 有所謂的笑 魏晉人士 有些像軟齊啊 然後他們常常都叫到山裡 樓去 喔唷唷 好像戴山一樣 那據說他還喔的非常好聽 人家都會大聽說 欸他什麼時候要去啊 他要去的時候 跟著去 有那個喔唷唷笑的粉絲啊 粉絲團 然後就覺得啊 好好聽喔 搞不好也跟世界三大男公音一樣 都好聽 好 還有呢 大叫之外 你們的 紓壓方式 好不好 再來 喔 對 我們這邊說話 說話很重要 一定要說 把它拖出來 把垃圾倒掉吧 就要這樣自己悶著 還有呢 所以叫 健康 健康的人生 對 所有不好的事情 都在今天 結束 明天 明天用一次一個新的開始 對不對 是飄 小說飄 該好私家就說 對 明天明天再說吧 明天用一次 天晚一個開始 非常健康的人生 還有呢 動 誰說的 太棒了 流汗 就是流汗啊 不好的肺渣 統統都從汗線裡頭流出去 對不對 你就會變得比較健康 常常憂鬱症就是因為沒有曬太陽 沒有運動 所以要很好 那你知道嗎 最近網路上在說 說 彈 上癮的這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看到 他說 他們科學家做了一個實驗 嗯 老鼠 老鼠 糊塗的老鼠 很多糊塗的老鼠 然後有兩盆水 一個是水 一個加上了很多癮 就到最後這些老鼠 都去喝寒露營的水 然後就全部都中毒生亡 還有另外一個科學家說 這個實驗不精準 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的設計 因為你的設計呢 全部都一樣 他改變了另外一種實驗的方法 所以這就是科學精神 他就抓了一堆的老鼠 在同一個籠子裡頭 然後有白飯水 那也有海洛淫的水這樣子 結果呢 這時候他發現了 當這些老鼠 他是群聚動物的時候 他有談話的 有運動的 然後有掏心挖廢的面相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會去接觸海洛淫的 所以他說很多上網的事情 有上癮的事情 其實呢就是怎樣 因為孤獨寂寞 然後呢 他們又開始追溯到說 在大戰時期 不是有很多的老兵嗎 美國大兵這樣子 不是老兵 美國大兵呢 他們到了越戰區 可是在這個時候 我可能受傷 我需要拿杯 那我可能呢 在非常苦悶抑鬱的情況之下 我需要呢 來怎麼樣 解放一下我自己的精神 這樣子 讓我嗨一下 告訴我一下或什麼之類的 那他們就有一些毒品 而且那個量呢 是以病人用的量 還要來得到 可是當戰爭結束 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 和自己的家人 有在一起之後 其實不需要刻意的戒毒過程 他們就跟那些毒品說 goodbye了 所以呢 到最後他們就說 其實孤獨和寂寞 是使人上癮的元兇 從這個地方來說 所以他老師問大家說 當你心情有心事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方法 只要你懂得找方法 你們就讓老師安心 不要自己憋著 知道嗎 可是柳宗元他很寂寞 他也跟你們一樣還蠻健康的 所以下一句 來你看 極繫的也則一而心 慢慢而悠 對我就貝貝的走 我慢無無能走 我醒濕錯路的走 可是呢 請你不要擔心 我起碼還有一些 machi machi的朋友 對不對 所以日語齊塗的圖 好這個圖什麼意思 好 就是同伴 就是同伴 所以我會跟我的一些同伴 對不對 然後一起上山去 那你還是記得 我們在詩說的時候學過 說什麼 我們學到孔老夫子 他不是聖人無常詩嗎 孔子詩 檀子長紅詩香老丹 檀子之徒齊賢不及孔子 那個檀子之徒 你還記得嗎 那個之徒的徒是什麼意思 這一類的人 這一圈的人 這個grouper這群人這樣 那他解釋為最累的人 跟我們這邊日語齊圖上高山入生林 重回西的圖一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喔 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同一個字一字一樣 他會被比上好 我就跟我的同伴 跟我的partner呢一起上高山入生林 重回西的圖好喜歡柳宗玲的文章喔 這樣好簡潔 你看他三個檔子 上入窮 遇窮 千里目窮是什麼意思 寂靜 對啊河流是彎曲的 我速溪我找到溪流的盡頭去 反正我就只好把自己呢 寄情於大自然當中 那我去的時候我看什麼 看的是優權外食 請告訴我他用了兩個形容詞哪兩個 優還有怪 那個優 優暗優盡 那個怪奇奇怪怪 其實我們常說 一切雞 情於 皆 情於也 這誰說的 王國維在連接一詞話說的 他說 所有寫情的東西 其實都在描寫住我內在的情感 將來那老師會跟大家分析 好分析 白仙勇啊 張愛玲啊 你就會發現他的意象 他的選擇的東西 其實就會寫到他的內心去喔 那麼今天同樣的 大家會說 這個泉水很幽靜很 在幽深的這個山林裡頭去的時候 就是他寫到石頭 這些石頭是奇奇怪怪的時候 既幽奇怪的 其實他在寫誰 在寫自己 他在寫自己 那麼同 也許在別人眼中 我就是一個既幽奇怪的怪他 可是同時 這些優權怪石 之前有沒有人多想他演 沒有 可是誰看到他了 我看見他們了 當我看見他們 我懂得欣賞他們的時候 來來來 就過來 有誰欣賞我 有宗人 有個人 真的把我放在眼裡 放在心上 所以呢 當作者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他說 幽權怪石 無遠不到 無不負負責什麼 正 再遠我都走不到 再遠我都走不到這樣子 我也就把這些事情 好 都把他看見好了 行動平常 繼續往前走對不對 那麼呢 接著稻子披草而醉 親徒而醉 你看多可愛 披草 這個披命 你一定沒把草披在身上啊 幹嘛 你知道 一個動作 幹嘛 撥開來 可是今天這個草長得非常的高 我想 現在呢 剛好陽明山 那個什麼 芒草 應該都開花的 那如果整天要殺出一條路來 一定要用手撥開 只是要小心 它會割你的手 對不對 所以就用手把它撥開 倒著披草 而什麼 坐 坐下來 撥開來之後就坐下來 就開始喝酒這樣 喝醉了之後呢 罪責更相互相 正義我 我靠著你 你靠著我 哇 好棒喔 你會隨便把自己身體賴在別人身上嗎 你願意讓他賴 或你願意賴在他身上 可惜你們之間如何 對 某種的信任程度 真的放鬆 我覺得很好耶 對啊 就是在學死黨嘛 跟我一起上高身 入身靈 重回心 如果今天討厭我的人 或者是我討厭的人 會不會邀他一起去 不會 對不對 不會這樣子喔 所以呢 我們一起上去之後 嘿 彼此 相如以默 那麼呢 就躺著 甚至就開始做夢 那麼呢 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可是他現在不是在做晚上的夢 他在做什麼夢 白日夢 白天就可以睡著 你可以找他多無聊 可是 在無聊的時候呢 下面這句話 有點意思了 一有所及 夢一同去 好 這又是這一刻的一個關鍵字 去為了去 去為了去 可是這時候呢 我們等於哪一個 這個去 一下面是一個心 我心裡想到什麼 我的夢就做到什麼 來 我要問問大家了 尋找柳中原肚子裡的灰蟲 你覺得他到底想的是什麼 夢的是什麼 所以這時候他可能夢到哪裡去了 好 夢到他得知 因為他希望可以作用 所以他可能就夢回長安 重新再上他的無沙夢了 對不對 好 其實偉銘的推論 嗯 我覺得最重要會點頭 還有個紅粉之情 你 絕心你覺得呢 什麼 比較安逸的生活 那你覺得他現在滿意 因為 因為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 怕時時刻刻有人在盯著他對不對 好請坐 那我們可不可以修正一下 安逸跟被盯著 這兩個之間是不是有一些漢格 應該是他比較期望的是什麼 某種程度的自由吧 如果你覺得他不希望被盯著 就他希望是真正的自由 而不是一種放逐式的 把自己放逐在身上的這種假自由 好 再來 看看其他同學 蔡麟 你今天很紅欸 嗯 老鐵到底 來 在這個地方找不到 欸 你這個人很會看文章喔 找到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才說 這邊文章的片就是什麼東西 是的 新山葉有進 但是你破梗了 這個時候他還在行屍走肉 他還沒有啦 他還沒有 他也不是你要的對不對 所以呢 他這個一有所及票 上面上八個字 一有所及其夢意同驅 卻讓我們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你今天對柳宗媛認識多少 對他有多少的心理神會 你就越能夠走進他的心理世界當中 知道他想要做些什麼好不好 那麼夢意同驅 我的夢就做到哪裡 等到那一旦我揮阿 絕而起 記得不要念教 不是繼續生效下去 就絕 醒過來 絕而醒 起來 回家 以為 你看好可愛喔 自以為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語言 以為 凡世中之土壤 凡 A L L 對不對 全部 我以為啊 世中始中 永中所有呢 有異態的山水 對不對 就是 太漂亮 太漂亮的 這些奇特的景觀呢 皆我有也 皆有我也 都有我的足跡 柳宗人何等人也 我怎麼可能會沒有走到 泉中走透透這樣子 一直到有一天 我才發現 乖乖 我從來不曾 注意到有一座山我沒有注意到 那座山叫什麼山 西山 而未始之未始不曾 從來不知道 西山是如此的 特立不群 他跟別人不一樣 再看到這座山跟別人不一樣的時候呢 有沒有發現 有做別人 有做把自己 跟別人的不一樣 給點出來了 像當年你看去念多可憐 多可憐啊 眾人皆醉 我獨心 眾人皆酌 我獨欽 大家看到 哇 西山好糟啊 眾人皆矮 我獨高 對不對 於是呢 他重新開始跟自我的內在對話 其實大家看到了 而未始之西山之外特 好奇怪 好特別 真的是非常特別 接下來 當這件事情 挑動了你的好奇心之後 下一步就要代碼了 去爬山 去爬山 老實要問 當你們看到高山 看到奇特 你在不在乎 你跟別人不一樣 你希望自己跟別人一樣 還是不一樣 想一下喔 你胖不胖跟別人不一樣 好私密的問話喔 提琳 來 你是求同還是求藝 或者這個求藝其實就是尊重個人的獨特性 在這兩人之間如何抉擇 求藝 求藝 好 忘了 當大家都一樣的時候覺得好像在迎合別人這樣子 好 體育謝謝 那如果我 什麼事情都不跟別人一樣 我不迎合 我就是超有個性 然後在群體當中又如何呢 活得下去嗎 好 你不覺得你到了北比中來小綠綠的時候 當大家怎麼樣 當大家開始尖叫 當你也怎麼樣 尖叫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用到求藝 那求藝和存藝 求藝 和存藝之間 你覺得你個人的掙扎如何 面對到同愛藝 可不可以有同學跟我們分享吧 聲援 覺得呢 聲援 聲援和聲援坐在一起 太有緣分了 你自己呢 面對到在跟同儕相處的關係的時候 他麥克風一直這樣 我問你欣賞你的時候 他說公眾事務的時候盡量求同 但是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 還是可以努力的表達對不對 欸 掌聲鼓勵一下 很好 很清明喔 而且不媚俗對不對 原本是不同的 然後每個人想要的東西 跟希望看到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一個環境 就是 我覺得一定要有選一個問題 可是在就是 在就是全部人要開始進行事情的時候 就要達成一個公司 然後就要去 可是在討論不太多 大家聽得很清楚 大家聽得很清楚 果然是班長 掌聲鼓勵一下 太好了 所以呢 在一進和一退之間 並不是說為求同而求同 為存益而存益 要是不同的狀況而定 我想 好 請坐下 好 請坐下 所以呢 相信這樣你會發現 當我們在團體當中 老師丟一個問題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站在心裡在想 別人想聽什麼 你會不會想說 我想說什麼 我敢不敢說些什麼 所以我需要你們勇敢的把自己放出來 不要一直媚俗 或者是一直去想著 什麼叫做標準答案 不用不用 其實我們都要尊重每個人的個別差異 其實面對到高這件事情 面對到獨特這件事情 尤其是面對到遠方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想法是不同的 來 大家都背過蘇東坡的水調歌頭 蘇東坡說什麼 唯恐窮樓欲語 高處不生寒 對不對 我好胖 這麼高好冷喔 這樣子 他也會想要回去 想要跟一堆的人 相理我不相取斷 有 他當然是希望 可是到了王安石的時候呢 王安石他寫什麼 他說 不畏浮雲遮望也 下一句 我會浮雲遮望也 自圓身在最高層 來 大家一起念念來 預備 請 不畏浮雲遮望也 自圓身在最高層 怎麼不怕你們呢 誰不怕啊 對不對 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很清楚知道我不是為我自己做 所以呢他進行完食便法嘛 所以不畏浮雲 因為小人這麼多年來幹嘛 囉嗦 碎人碎魚的 只因我站在最高處 我反而就要立在高山上 然後真正留所作為 是一個有見訪的人 然後呢我們再看看魯遜 魯遜呢在那樣一個時代當中 我們看過他哪一篇文章 蛤 哪個小說 孔一集啦 對不對 那麼呢 看著整個中國 肌肉不振這麼久這樣子 我怎麼樣用文學喚醒大家 那怎麼樣用文學呢 把大家的那種列根性對不對 那種性格上 民族性格的弱點給喚醒這樣子 他怎麼樣 他要說的是什麼 他要說我要做的是 橫梅冷對千夫子指的 所以我跨出門外去對不對 誰想跟我嗆我就跟他嗆 哇 好像誰啊 好像李搖啊 這樣子齁 我就跟他嗆 可是當我回家的時候呢 我可以怎麼樣 握手甘尾 唉 唉 太棒了 扶手甘尾 如此牛 來 我們家的小朋友說 爸爸 來 做我的什麼 馬做我的牛 我就趴在地上 幹嘛幹嘛幹嘛 讓他騎這樣子 所以對外而言 對內而言 那麼這些人 他心中自有抽獲 他自有堅持這樣 所以呢 今天當有終於看到說 而未始至西山之怪特 他有所感覺 我從來不知道他這麼奇特 那我就試試看好了 唉 這一世 世界 就跟著不一樣了 好 我們現在請大家一起把第一段練一遍 來 自於為路人 來 禮拜 請 好 自於為路人 居世都很確立 其細點 則依依依而行 慢慢而流 日依依行 如上高山 如生林 重遂西 或全壞時 無緣無道 道則披草而坐 勤募而醉 醉則肯香正一末 後而夢 亦有所情 同意同去 絕而行 其而歸 以為凡世中之山水流異態者 借我有眼 而為時之西山之外 你看這就是唐宋文吧 大家唸起來多順啊 毫無一個被子 而且會發現這一段 用了最多的修辭法 是什麼法 頂針 對不對 這個頂針 你看 永遠無道 道則少而坐 心火而醉 醉則更加之隱悟 悟悟而夢 亦有所情夢亦同去 絕而起 然後呢 氣而歸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頂針 我跟你講說 這是頂針 沒意思的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頂針 把他動作的連貫性 鋪排過去了 而這個動作 這麼連貫的時候 其實我就告訴你 告訴你 我在永住這四年 我天天過著四個字的日子 叫做行屍 走肉 對不對 一個動作 結果一個動作嘛 我從來都沒有自我一屍 沒有什麼感覺 反正就是日子一天天過去這樣 可是當我看到 而會使之西山之外頭 這是什麼 這是心境的一大轉折 這一轉折之後 我的人生 也要準備開始 有所不同了 不敢說柳暗花明 但是呢 我的世界因此 就重新開展了 好 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段 好 第二段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 因做法華系 我因為 because 所以寫上數學符號 因為 我因為坐在法華寺的系題這邊 望著西山 十指一隻尺 才 我才用手指都指著說 怪怪 開始下面刷呀 這樣子 人家說那是西山 好 我沒試過 所以秘圖 過下將圓展西 著著馬 很毛髮 你看所有的動詞 用得多麼簡潔 然後動詞下面就直接告訴你 我就秘密圖人 過去 相思原理 香水過去 圓展西 靜派圓中 捕鄰人 捕魚為業 然後呢 圓 西行 往路去遠近 圓什麼意思 沿著 對 就沿著過去了 所以你看到 他 我相信他一定讀過 一定讀過桃園明的作品 是不是 這樣 所以他用圓展西 下面呢 開始有動作了 著真馬 粉 毛髮 著 什麼不守 石字邊 我曾經跟大家說過 斧金以石入山林 斧金以石 斧也好 斧也好 都是什麼東西 都是斧頭 那這個著字呢 他的本 以及他其實就是斧頭 石頭做的斧頭 就是石頭做的斧頭 可是石頭做的斧頭 現在變成什麼了 動詞 砍對不對 所以著真馬 好 我們從字型上來看 這個真告訴我 什麼步手 步子邊 馬呢 草字頭 所以我看到擋住的樹 我就把樹給砍了 看到雜草重生的草 我就把草給怎麼了 砍了 那另外有一個字呢 這個真字 然後又真的真 跟我們現在著真馬的真也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現在著真馬的真是這個 所以又真的真是草 左正長的真是什麼 是木這樣 從音像理解 很科學 不會忘記 粉、毛、拔 砍下來之後呢 就把毛和拔 都是什麼不熟 草鋪排燒了 窮身之高 而止 這就是 一定要做到底 的一種決心 我們想知道 打破砂鍋問到底 還問砂鍋 在哪裡 所以看窮又是極盡了 前面才告訴我們呢 上高山入山裡 窮回西 那現在呢 是窮 山之高而止 有中原 他有那種堅持到底的那種心喔 那麼我是怎麼上去的 我再開始在detail 細節上告訴你 攀原兒的 積聚而熬 好 則凡樹中之土壤 皆在任期之下 我是 變成像四隻腳的動物一樣 爬上去的 這座山有多難度 痛快 所以呢 老師超不喜歡這個五星級的山 還滿天星級的山 也就是呢 好 像我們說的什麼 陽明山的二子坪啊 或者是陽明山的什麼 晴天缸啊 我覺得它根本就是散步這樣子 我喜歡爬山的時候喔 一定要戴手套 拉繩子 然後幾乎呢 腳這樣子整個爬上去 才過癮 所以老師下一步呢 我要去學攀岩 你們知道 你們會攀岩嗎 你們玩過嗎 我剛好有個朋友 他那邊也是 我非常的期待喔 爬著上去的 有難度 然後上去之後呢 稀去而熬 這個稀去真有趣啊 他不是要告訴我們說是 伸開兩腿做著形狀像本肌一樣 以前的時候 我以為 機具是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有些人喔 假咪的時候 好 這是人 這樣子 搞把他手呢 就怎麼樣 拿著一個大碗弓要吃麵 然後這裡呢 就拿著一雙筷子對不對 我以為所謂的機具是這樣子 這在幹嘛 就是這樣子 超醜的 好醜的姿勢喔 可是呢 現在就很像告訴我們說 機具是這樣子 這是他的手 他做著的時候呢 兩隻腳就這樣子 翻開來 機具 就把腳翻開來 很輕鬆的 那你會發現 這個動作上面 我們看到 性別上的一種不同 男生都可以大啦啦的 男生拍照的時候 腳是不是就這樣子 對不對 一把椅子過來 拍照的時候就這樣 拍大老闆 拍大老闆 很日本大男人這樣 那女生在那裡很優雅 然後整個在側座 對不對 好 即便是穿長褲 我們也都這樣 你覺得我們在座姿上面 其實我們都被性別期待 都被性別期待 不過啦 只要你放輕鬆 只要你不要露出 封開到你的 這樣子 我覺得慢慢慢慢 我們的時代已經會有越來越公平了 好了 就在我拍圓兒的機具 而熬 這個熬 當然是熬油 可是在熬油的時候 我的人都已經到頂端了 我怎麼學熬油啊 到現在你的人怎麼熬油 用什麼學熬油 眼睛 所以就是放眼望虛 於是 除了永終之外 旁邊所有的頂競 盡收眼裡 揭開 任期日下 都在我的座位之下 好下課了 大家同學休息的時間 那麼我們要留待下次再結束 謝謝大家